德鲁纳酒店评分9.1讲好鬼怪故事韩剧有一套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德鲁纳酒店一扫韩剧数月的沉重感 依靠都市传说题材人气颇高的女主IU及演技在线的男主吕真九 喜提TVN年度最高首播收视 德鲁纳酒店海报女主角张满月2019上半年的韩剧 多以与现实联系密切的社会题材为主 令人观之不免感到心头发紧 进入下半年 一部德鲁纳酒店又名月之酒店一扫韩剧数月以来的沉重感 依靠都市传说题材人气颇高的女主IU及演技在线的男主吕真九 喜提TVN年度最高首播收视 月之酒店由金牌编剧红氏姐妹洪敬恩和红美兰直笔 讲述的是男女主共同经营通网音间的酒店招待鬼客过程中发生的趣事 从广义上来说 这种设定可以被规至都市传说题材中 后者往往因故事中的恐怖或灵异元素而在市民之间口耳相传 都市传说题材在韩剧中朔剑不鲜 且大多为质量上乘的佳作 除了月之酒店 红氏姐妹此前的作品 我的女友是九尾湖主君的太阳同样广受好评 此外 如秘密花园孤单又灿烂的神 鬼怪等剧 也曾让无数追剧党欲罢不能 口碑与收视双丰收 都市传说式的韩剧到底好看在哪里呢 营造人设反差感事实上 欧美等国的影视作品中同样不乏都市传说题材 但诸如邪恶力量等代表性剧集 往往将人物与剧情设定立于其上 继续突出恐怖灵异之感 相比之下 韩剧则反其道而行之 推翻了原本传说中人物或可怕邪恶或苦大仇深的固有形象 建立了更加贴近现实的新人设 例如月之酒店中拥有生杀大权 作为某种阴间使者一般存在的女主张满月 却是一个热爱买车买包 喜欢去网红美食店打卡的可爱小妹 又如鬼怪中的鬼怪 男主和阴间使者男二 也以别扭萌 帅不过三秒等人设为观众津津乐道 传说是遥远的玄秘的沉郁的 人物却是清静的清晰的活泼的 彼此融合 使得观众对于剧集的感知既熟悉又陌生 两相对比所迸发出的反差感 足够带来巨大张力 捕获观众的好奇心 营造剧情轻盈感和接地气的人设一样 都市传说式韩剧的故事情节 也跳出原本的类型桎 用轻快剧情与搞笑桥段作为包装 让剧集显得轻盈感十足 这种故事上的轻盈感 契合的是韩剧的功能定位与受众定位 作为一种内容产品 近年来的韩剧早已摆脱了车祸癌症 致不好的刻板形象 用轻松活泼的底色进行了版本升级 旨在更好的为观众提供休闲娱乐功能 韩剧如何讲故事 一书中列明了韩国某大台 对电视剧策划案的检验标准 套前的指标便是 故事是否有趣是否明快 从中可见一般 因此 除了某些类型化的罪案剧 及社会题材剧之外 整个圈子大方向如此 都市传说也难以抵挡潮流 都市传说型韩剧的轻盈感 还体现在其中爱情线 从甜宠到清洗的转变 霸道总裁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充满小心机的日常恋爱互动 是杀雕搞笑的 今日份快乐源泉 这种转变 亦是为了迎合 当下愈发年轻的受众 治愈需求 而产生的一次版本升级 赋予传说现实意义 让我们回到都市传说本身 其包含了都市与传说两个元素 传说既有有别于 现实的超自然现象构成 同时又必须依赖 现实社会存在 这种粘连赋予都市传说 以现实意义 在擅长拿捏浪漫与理性之间 分寸感的韩国编剧手中 更是获得了恰好的平衡 编剧们游爱 讲人鬼神三界的故事 类似月之酒店中 亡死的女警 仍带着将犯人 绳之以法的执念 主君的太阳中 每一只含冤而死的 阿飘最终都会 有圆满归宿等 这绝非封建迷信 而是映射了善恶 终有报的主流 正向价值观 至于可怕的不是鬼怪 而是人心的隐喻 更是对现实社会的残酷阴暗 进行了犀利的嘲讽与批判 作为一个已然成熟的类型 都市传说是韩剧凭借反差感 轻盈感与现实意义 俘获了观众的心 也给国剧提供了新思路 诚然 诸如灵魂百度动物 管理局等热门网剧 已经得以让我们窥探到 一丝都市传说的影子 但它们在人设丰富度 内容轻盈感上 仍有很大不足 对此 我们也只能怀着期待地说一句 传说尚未照进现实 还望国剧加倍努力 文 沈迟赢 则边 - 下击 - 下击 - 下击